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崔岗信娟区的文会 我今天代表我们幸福小组 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幸福小组的一些事情 其实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在来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艰难 因为上礼拜三才为了一些小事情 跟我老公有一点不愉快的争执 可是我就觉得说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神的名是值得高举荣耀的 所以就在那当下的心情的时候 上帝就给我一首诗歌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就想到说 是啊 当我虽然不好 你却听我每个祈祷 我虽然软弱 你却体恤我的软弱 这就是主的爱 所以我就是要来回应主的爱 而且就是要战胜我的软弱 战胜我自己负面的情绪 要归荣耀给神 就像天佑哥讲的 我们就是要让魔鬼吐血 让他羞愧 感谢主 那我来分享我们的幸福小组 因为我们幸福小组 人不多 我们只有四个人 但是在这四个人当中 都是很愿意服事 而且很愿意摆上热行服事的人 就是海光 俗华还有运年 那我们人虽然不多 但是我相信都是神所卷选的大咖 我们这一次来了八个新朋友 那这八个新朋友当中 有很多 甚至他还把他的儿子带来 其中有一个是敏慧 他接受了俗华的圣经 他虽然要准备学册所以没什么时间读 但是他妈妈却很珍惜的 把他拿起来读 每天读 甚至是从旧约最难的创世纪开始读 我就很感动 而且他还一直问我们说 怎么谢饭祷告 我觉得这个幸福小组真的 让我们直接了当地跟木道友传福音 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新朋友来讲 我们不再是拐歪抹角 他们其实现在的每一个人都很需要神 所以我们借着这些新朋友对我们的反应 我就觉得说我们这样子的走是对的 而且能够帮助很多新的朋友 而且我觉得这次邀来的人 虽然每个人他们来一次或来两次 或者是不是每次都稳定来 但是我想上帝既然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 就一定有上帝美好的心意 而且相信每一个来到当中的人 只是时候未到而已 但是我们就是继续持续地关心他们 相信有美好的果子 会在我们当中不断地结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